各位粉絲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這給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一樣要帶你從世界的總經 到台灣的財經在最短的時間呢 幫大家一攘無一 好那最近呢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 就是美國經濟的一個狀況 大家知道如果這個美國經濟不錯的話 那升息勢必的這個力道以及持續性 就會在原本的預期之上 但是如果經濟不好呢 市場上最近不是有傳出 9月可能會暫停升息 其實跟這個經濟的衰退 自然就脫離不了關係 不過我今天開頭先幫大家整理 這個似乎是官方跟私人企業 兩方不同調的一個狀況 怎麼說呢我們先來看一下政府的數據 那這張圖是美國的非農就業 那非農就業的人數很簡單 如果這個新增的就業人數不是等於儲淨殘 那代表說這個企業營運狀況不錯 所以才會招聘這些人去上班 不過如果在台灣應該是不一樣 你如果可以回家種田 恭喜你你很有錢 因為你們家有土司有財 跟美國的狀況不一樣 美國的土地很大的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美國5月最新的這個非農就業數字 是39萬 那這39萬的數字其實是不錯 因為原本預期是32萬人而已 雖然比4月的這個42.8萬人 還要少一點 但是呢是超出預期的表現顯示 這個經濟方面是沒有太大的疑慮 如果單純從這個數字來看 所以這樣呢也會促使說這個升息 應該還是繼續的維持原本的傑作 不過呢回到這個市場上 我們講到這個有錢就是任性的 這個就是誰 就是我們的特斯拉老闆馬斯克 很厲害在網路上說談說什麼的這個 那他這次對於這個經濟也發表了他的看法 通常他都是看那個虛擬貨幣啊 討論Twitter啊 但是這一次他對整個經濟的狀況 少見的發表出看法 他說啊對經濟有種超級糟糕的預感 超級糟糕 他原本是super bad feeling 是真的真的很看衰的 他說有必要裁員10%啊 啊雖然這個馬斯克 大家覺得說他講話都有點誇張 但是他有時候也講了他就會去做 所以大家還是多加的留意一下 那幫大家統計到去年年底為止 Tesla大概呢有10萬個這個雇員 所以如果裁員10%的話也要裁員1萬個人 所以看起來馬斯克對未來的展望 似乎不是到太好 不過你自己覺得怪怪的 因為特斯拉車賣得非常好 交車都還交不出來他居然說要裁員 可能是借機刪減一下人事成本 不然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Tesla的車廠 大部分都是自動生產的 所以公差才會那麼大 如果在看車的人就知道 好那但是呢除了這個Tesla以外 其他美國的很多企業 不約而同也提出 這個經濟上確實有一點陰影 我們來看一下例如說 像是這個Meta也是大家熟知的臉書 天天都在用的這個臉書呢 他們表示在2022年剩餘的時間內 要停止幾乎所有團隊的新職位的招聘 那大家知道如果說這個通膨高漲 然後企業營運大的情況底下 你對於投放廣告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預算上會比較控制 所以呢像臉書他可能就 意識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提出這樣子要停止 新職位招聘的一個做法 那甚至連這個Uber Uber都想要市場發生地震性的轉變 所以招聘現在在公司內部 變成一種特權要嚴格控制這個人事成本 那最後我們看到Amazon 這個是比較有數字 大家應該比較有感覺 過去12個月每個員工 代禁的營收是29萬 這很簡單嘛 我請的員工如果平均每一個 能幫我帶來更高的營收 那是不是代表說 除了企業經營效率以外 整個外在大環境也是不錯 可是呢我們看一下 其實原少於2019年疫情之前 是每個員工代禁35萬美元 所以種種都顯示 美國企業似乎真的為 過這個企業的寒冬要做準備 好 那所以企業情景該怎麼看 以及升息會不會持續下去 就是今天跟各位討論的一個重點 好 首先歡迎今天來賓 我們資深財經專家 然後木華 木華哥 好 那一開始呢 要跟木華哥來好好的請教請教 木華哥最近這個企業 美國企業似乎真的是 有這寒冬將至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看就覺得有點矛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摩根大通的執行長 他說 投資人要準備迎接FED 跟俄烏戰爭之間衝突帶來的經濟颶風 不過他上個月才剛說 美國的經濟烏雲可能會消散 所以一個月會轉變這麼大 另外我們看到高盛 這是很知名的投資機構 然後他也說 他總裁說今年的大環境是 生涯遇過最具挑戰性的之一 最具挑戰性 這個大頭髮的總裁居然講出這樣話 那最後我們看到花旗集團執行長 布約同也講出 他說美國跟歐洲都難以避免這個經濟的衰退 但是在歐洲發生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種種的跡象是不是就顯示說 其實這些人好像有在跟美國FED喊話的感覺 我現在經濟很不好 所以你不要升息太快 是這樣子嗎 孟豪哥 這個多空的這個矛盾我們該怎麼看 我想這個多多少少有這樣味道 因為畢竟這些都是這個華爾街的大頭 那他們當然說出來的話 不會是只有一種用意 他們不會是這麼單純的 頭腦沒有那麼簡單 他們的講話其實都是包羅萬象的 他們的用意可能會非常的多 所以說阿格力剛剛猜測就是說 我把話先講在前面 你連準會看著辦 這樣的味道其實是有 但事實上美國的經濟是不是真的有衰退的疑慮 也是有 所以說 對於這些的大頭家們 他們先把壞講在前面 然後如果沒有發生 那基本上 就是大家很lucky 如果發生了 你不要講說我沒講 我早就跟你說了 我都已經說了 所以說這種是一種先行甩鍋的做法 我想 對於他們這種有智慧的人來講 是一定會這樣做 非常聰明 那戴蒙這個說法 他其實真的是蠻反覆的 他其實最早的說法是說 他說在地平線上 已經看到這個颶風要興起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颶風到底會不會成形 結果沒有隔多久 他就說這個烏雲可能會煙消雲散 就當天的這個小摩的股價就大漲 他的氣象預報好像轉變很快 然後最近他又講說 要大家這個安全帶綁好 他說因為看到這個颶風就要吹過來了 但他不知道是不是商敵等級 也就是說這個颶風是不是 是一個超級大等級 他現在目前不確定 但是說颶風確定是要吹過來 所以請大家安全帶綁好 所以我覺得從他這樣反反覆覆的說法 也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現在目前經濟處在一個不穩定性 應該是這樣 就連他們這麼高姿勢的人 他們都看不是那麼明確的話 那更不要講一般老百姓 對於股市今年的一個波動 就是如同今年的孟豪哥剛剛講的一樣 大家真的是看不懂 好那到底後面會怎麼發生呢 我覺得我們先來探討一下 美國的經濟真的有那麼差嗎 像這個伊隆馬斯克所講的 說他有個 Super bad feeling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有非常糟糕的感覺 什麼感覺呢 就是經濟很糟糕 馬斯克講話一向都很誇張 那他講這個話的同時 其實拜登正在發表演說 那因為美國5月的就業數據還不錯 當方Paylor其實超出預期 拜登本來信聰聰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美國就業沒有那麼差 但沒有想到被這個話 一講之後記者馬上去問拜登說 其實總統現在你怎麼看馬斯克這樣的說法 拜登當然就解釋一大堆說 你看福特 這個Intel 他們都還要繼續聘僱員工 繼續加大投資 所以美國的經濟真的沒那麼差 叫大家有信心 然後他同時就祝馬斯克月球之旅好運 這個有點酸 大家彼此就是有點交鋒 那大家又知道說馬斯克他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某種情況他其實有帶一點挑釁的味道 政治上的味道 所以可能我們也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不過我想這個馬斯克也不會亂講 他一定也是看到一些現象 比如你剛剛講這個特斯拉 特斯拉他現在目前員工是10萬 他這三年員工數已經增加一倍 但是他的這個營收的增長 其實匹配員工的每人營收的創造其實在下降 對因為交車交不太出來 對這個就是剛剛阿格利所講的 這種生產力其實美國生產力 看起來是有在下滑的狀況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隱憂 那我們看到最近的數字 其實5月的飛農其實不差 因為他其實超出市場預期39萬人 那另外呢 5月的埃斯田製造業指數也回升到56.1 他也比市場預期來的高 產業面看起來也還OK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如果沒那麼差 連準灰的升息路徑就不會改變 這個投資好難 經濟好好像也不太對 所以為什麼美股禮拜五大跌 事實上就把禮拜四大漲把它全部回吐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經濟沒那麼差 連準灰就不會停止升息 所以這也很兩難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公佈非農就業報告的同時 你會發現8點半一公佈出來 其實美股盤前就已經出現很大的波動了 10年期美債收益就一路往上走了 然後這個美國的這個期貨盤就往下掉 那後來開盤有往上拉 但中場又是大跌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非農就業報告 其實就是禮拜五盤式的關鍵 那這個因為禮拜五出現了明顯的下挫 而使得美股的反彈之路受阻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可以看到非農指他來到了這個月線 對不起這個季線的這個位置就被打下來 而且上週是收了差不多1.7%的跌幅 在美國四大指數裡面跌幅是最大 那這個情況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就是美股要持續往上彈升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這邊又遇到這些均線的反壓 還記不記得上週我們有看非農指 我們說其實非農指如果說能突破季線已經相當不錯 他可能會是在這個半年線跟年線之間這個地方 進行個盤正 那是我們上週這樣 但沒有想到他連季線都沒有辦法順利突破 那更何況我們可以看到半年線跟年線的這個死差更明顯 那年線開始下彎的角度以後會越來越陡 那現在目前半年線下彎的角度是非常陡的 所以說在這樣狀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美股後勢還是蠻有壓力的 從我們單就這個技術面來看 那另外納薩克指數的狀況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他更明顯 這個半年線死亡交叉年線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半年線他現在目前乖離的幅度這麼大 而且下彎的角度又那麼大 那另外年線也開始明顯的要開始要轉折下彎 因為年線現在目前他扣底在這個地方 他會越扣越高檔 所以年線下彎的壓力也會很大 力道會加強 對那另外季線他現在目前馬上要扣底上升波了 所以季線也會可能會加速下壓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1萬1千的低點能不能保 現在還有疑問 還要再觀察 對還有觀察這個一個一段時間 原則上 我覺得這邊我們看到反彈 其實我們還是一個比較 就是說反彈是好事 但是基本上也不要太過度樂觀 我就認為說這個反彈變回升了 我覺得現在目前可能遠遠還沒有達到這個情況 那我們剛剛講美國的非農就業數據39萬其實不錯 因為你可以看到連續三個月 基本上他都在40萬上下 那這個數字他其實 現在目前美國的失業率持平在3.6 然後如果以他現在目前新增這個非農的數字下去 大概再三個月就可以回到這個2020年3月前的 那時候美國的這個就業情況 再三個月就可以回到疫情前的狀態 也就是說每個月再增加三四十萬的話 大概就回到疫情前的狀況 同時失業率也會回到這個 當時在2020年3月那時候的一個情況 這樣講起來升息應該還是繼續勢在必行 對因為美國聯準會現在最care的數字 就是就業率跟這個通貨膨脹率 那通膨這個禮拜要公佈CPI 應該會繼續往下回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業市場情況其實是蠻熱絡的 就支持他去做升息這樣的動作 對那同時你可以看到禮拜五的數字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說在就業數字的部分就是說 他的勞動參與率上升了 之前好像都拉不太起來 對那個勞參率當然還沒有回到就是說在這個疫情當時 那個那時候一個高峰 就是說2019年當時的一個高峰 2020年那時候一個高峰 但是讓他勞參往上升 如果一直往上升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代表說這個願意工作的人其實是越來越多了 我們看到疫情前那個勞動的參與率是63% 那現在其實也超過62% 差不多在62.3% 62.4%這個地方 所以他也比前一個月往上升 這是比較好的狀況 那事業率我們剛剛講持平在3.6% 另外就是說美國的這個職務空缺數是非常高 各位可以看到職務空缺 差不多是1000萬人以上 這個很大的一個職務空缺 那職務空缺跟非農就業人數的同步的走高 明顯告訴你 美國現在目前就業市場其實是很強勁的一個狀況 其實大部分的企業 很多企業是找不到人 但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雜音也比較多 就是說一些高科技企業開始宣布說他們要裁員 剛剛我們列出了那個表 但是時薪的就是小時薪水的 或者說比較中低階的工作 比較屬於勞動製造業的工作 其實找不到人 馬斯克也有講 他說他要裁員10% 他不會去裁掉那個生產流水線上的員工 他要裁的是那個辦公室裡面 那些他認為是豬頭的人 比較沒有產值的 對他認為那些豬頭的人 那些你不回來辦公 然後你在辦公室裡面吹冷氣 那些不做事的人 他要裁掉 對但他不會去裁掉生產線上面 因為他說生產線上的人 我還是要繼續還要招聘 所以說你就會發現 現在目前美國的就業者上的情況是這樣 那美國的過去這個植物空缺率跟薪資 他是同步增長 所以他也告訴我們後面美國的薪資 還會再期許再增長上去 但是問題是美國的薪資增長 他的增長幅度不如這個物價增長的幅度 這是吸水有漲但通膨漲更兇 對通膨現在我們都知道CPI是這個8%多 那PCE是6%多 但他的薪資增長才5%多 所以美國現在目前老百姓 他們還能花錢是用他們的存款在花 就是我把銀行的錢領出來 這個薪水不夠的部分 用銀行的存款來花 那這個部分會去排擠到投資 一定會 對 所以說美國的這個私人消費 你可以看到其實並不是那麼好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實際值 跟民意值之間差很多 那實際值跟民意值之間差 最主要通膨的問題 那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實際值 也還沒有回到疫情當時的一個高峰 也就是說現在目前的交費面上面 從民意上看還不錯 但是實質上如果用通膨的角度去衡量的話 是有問題的 壓力是有的 那另外實際的零售銷售 而且已經快速要 可能要會掉到負增長 對所以說 我們對美國後面的景氣 其實是有疑慮的 就是說像伊隆馬斯克這樣講的 我覺得他也不是隨便亂講 畢竟他也有很 他 他的第一線的這個觀察 那他是全世界最大電動車的企業老闆 又是那個全世界最大太空科技的這個公司的老闆 也不是傻智 這個人是絕頂聰明的 那同時他又接觸面向這麼廣 那他當然也不會只是因為政治立場去批評這個 可能會誇張但方向是有的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在整個觀察面向上面 我們持平而論 從這些這種數據來看 美國經濟沒有那麼差 但是也沒有大家可以想像的這麼樂觀 那後面會不會真的有颶風 那颶風等級是多少 那就要看後面整個幾個情況的變化 第一個情況變化就是通膨能不能 這個壓下來 那通膨壓下來 林總會升息的腳步可以緩一點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面向 如果不能 那我們當然就另當別論 另外烏二戰爭是不是可以結束 還是說他要打幾年下去 這是一個變化 另外就是整個在消費端上面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消費端上面 美國人現在目前還可以扛幾個月 一般我看到有經濟學家的評論說 美國人可能只能再扛一劑 一劑而已 我就說他們現在的薪水趕不上物價的情況 他們的儲蓄大概也只供他們在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消費而已 如果說三個月六個月之後 這種情況沒有改變 可能颶風真的會興起 如果美國整個消費一下垮下去的話 那就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覺得未來半年三個月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期 那通膨能不能快速回落 使得薪資的增長超過通膨 這個幅度的問題 他就不用再拿儲蓄的錢 不用吃老本 另外美國房地產市場要穩住 不能崩潰 因為美國房地產市場一崩潰的話 就慘了 現在目前美國房地產市場有遙遙欲墜的問題 所以說這些都是未來三個月到六個月我們要觀察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也不能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死 說說一定會有颶風 或是說會怎麼樣 我們就要持續觀察 但是我個人現在會比較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 因為畢竟我們在股票市場上還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泡沫吹得太大 過去十幾年來 估值的問題 對他這個估值修正是另外一個角度 就不是只有講經濟基本面的這個角度而已 所以莫哥也提醒了大家重點 然後因為過去兩年整個市場因為無限QB的關係 估值畢竟都很高 那相關的這些成長股科技股 那個本益比真的是漲到天上去 所以在現在這個美國內需上有一點疑慮 以及世界各國都受到這個通膨啊 戰爭的影響之下 確實基本面還是沒有太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也不要看到股市一反彈 你就非常非常有信心又去all in 其實莫哥從今年年初 或者是說去年年底 早在去年年底 就已經跟大家提醒 今年不會是太好過了一年 高評不得到過年 過去兩年的股市其實不是一個常態 好那我們再回來繼續跟莫哥討論 因為莫哥有叫過我們 雖然在這個市場是悲觀的 但是對於股市永遠是樂觀的 因為股市在什麼樣情況下一定是有機會 只是說哪一些類股在表現而已 那說到這個估值修正最近就有人很開心 就是我們這個像素資本的共同創辦人 霍華馬克思 不是馬斯克是馬克思 那大家一定都知道他 因為台灣有一本他很熱賣的書 叫投資最重要的是就是一下 他說市場過剩的油資或者修正 其實是有利價值投資的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馬克思 他其實一個比較價值派的一個投資人 他說比起六個月以前 你現在問他跟六個月以前問他 心情是不一樣的 現在更感覺到開心 因為當這個市場的估值在修正的時候 價值自然而然就開始浮現 所以他現在是覺得 價值投資者也是可以開始留一些相關的機會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經理人怎麼講 像這個是法聖和瑞士的全球股票基金的經理人 叫David David說有主要三點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第一點通膨將持續到明年 而且他說預期明年通膨還是會超過5% 也就是說你不要想說通膨這個觸頂之後就是沒有通膨 只是從很高的通膨變成高通膨 差異大概是這樣 他表示資金將轉進價值股 我覺得這個在邏輯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說成長股如果估值還沒有修正完畢的話 那價值股有發股力 那公司有穩定的現金流 確實是資金可能會比較青睞的方向 那最後他也特別提到說 中概股具有投資價值 那我想這跟估值也有關 畢竟過去兩年全球股是大漲 但是你看很多中概股 其實是迷迷茂茂這樣的情況 所以綜合以上兩位的一個看法 就要來跟慕華哥請教 現在價值投資看起來好像蠻有機會 那如果是想要執行價值投資這樣策略的朋友 眼光該往哪裡擺 其實我想馬斯克跟我們談到這個大衛赫羅 他們所談的價值投資跟我們剛剛講說 對於經濟跟股市的這個評估 是完全不違和的 這個也不衝突的 對 因為我常跟很多觀眾朋友講說 其實你要界定你自己在這個股票上 你是什麼樣類型的投資人 你是價值型的投資人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管什麼技術面 你也不用去管什麼景氣面 你只要管說你的股票的估值 跟他本身的價值之間的關係 是全股的重要性 對 就是說當然馬斯克他為什麼現在很高興 因為股價跌下來修正二三十%了 他的估值修正下來之後 他的價值就提升了 而且他的殖率就更好 所以說他一定會更高興 這個我完全認同 那至於說我們剛剛所講的說 你要去看景氣 你要去調整你的持股比率跟現金之間的關係 這種就是交易型的投資人 短線比較短線操作 對我個人比較屬於交易性的投資人 我比較會去判斷市場多空方向 然後去採取我自己投資部位的操作的這個比重 所以就是你自己要去了解 你是怎麼樣的投資人 才不會聽每一個人講話 你會覺得說很矛盾 不然你會神經錯亂 你會神經錯亂 那我覺得最終經濟增長才是重點 這張圖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們也給大家看過 有 就是說過去1954年以來有13次聯準會的升息週期 沒有引發經濟衰退的只有三次 所以升息循環帶來經濟衰退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對所以說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是絕對未來半年的一個重點 另外通貨膨脹也是跟隨的聯準會這個貨幣政策的重點中的重點 還有就是戰爭會使得通膨持續居高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油價又來到120塊美金 美國現在目前的汽油 美加輪平均價格已經來到快5塊 這是歷史新高 很誇張 老百姓加油非常痛苦 像我朋友從美國回來講說 他們的車子要加滿油要80塊美金 80塊美金 80塊美金各位想想看這多少台幣 2000多塊台幣 2000多塊台幣一車的油可能很快就開完了 因為美國地大 這個大家每天開車的時數都非常的多 跟台灣其實不太一樣 美國大家都流行開比較大CC數的車子 這個引擎數的車子 所以說美國人現在真的是消費上是很大壓力 這不是隨便講講 確實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3到6個月 美國人可能在消費上會漸漸扛不住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這邊 油價的高漲 那如果再加上利息往上升 美國房貸利率再往上升 那美國老百姓更扛不住 某哥美國房貸利率好幾% 跟台灣不一樣 現在30年級已經超過5%了 5% 對你想想看5%的利息負擔有多重 壓力很大 所以房貸加上這個能源再加上食物 各種的生活成本往上升 萬一美國整個消費最終垮下來 那就不得了 那勢必引發經濟衰退 所以這是我們後面要去注意的 那美國的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美國的經濟跟美國股市之間的關係 我研究了過去 美國總共史上有19次的經濟衰退 那我不要把19次都抓摔 因為有很多很長遠了 然後我們從1973年看到2009年 要近期的 總共美國有5次經濟衰退 那美國的這5次經濟衰退 平均呢大概他衰退的時間 是1年半到2年 這點就很重要 這週期其實還蠻長的 對 所以說美股現在目前的調整 我認為他不會太快 為什麼 因為今年1月才開始調整 到今年年底才1年 那到明年年中才1年半 所以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那1973年到1975年 這一次的衰退 它是深層衰退 深層衰退什麼意思呢 深層衰退的GDP 它可能負到5%以上 那標準普羅500指數 那一次跌掉一半 腰斬 對 08年到09年也是深層衰退 那標普的指數跌幅是58% 所以美股 遇到衰退一定會大跌 但是要看衰退的深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衰退 都當成是一樣的 這個股市修正的情況 它要看深度 如果是深層衰退 它的跌幅絕對不會少於30% 美國的波動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是淺層衰退的話 大概就要一層兩層 可能現在就已經修正完 所以說到底是深層衰退 還是淺層衰退 還是要且戰且走 對 要且戰且走 那至於說現在目前呢 短多的人該怎麼操作呢 短多的人的話 基本上就是依照技術面 美股短線上 我認為還有反彈空間 因為你可以看到納指到11000這個地方 它其實已經拉上一段幅度1000點 它這個地方並沒有破下去 中線上要預防反彈之後的再跌 因為上面一堆均線的壓力 對 然後另外長線上經濟有衰退隱憂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現在還是採取短多心態 那搶反彈我們利潤要壓低 像我今天一開盤之後到這個上節目 其實我已經把我上週買進的股票 大概出掉三分之二了 莫好哥動作太快了 獲利出掉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上週買進的部位蠻大的 幾乎把我的 我原本是九成現金 有 莫好哥有講 上個禮拜還說只投入到五成的水位 對 然後我後來加到大概差不多八成的現金 全部投入了 所以說我今天又把這個八成的現金空出來了 大概差不多剩下 大概在持股的部位 所以total現金部位大概三成 因為有賺錢就出 我今年策略就是這樣子 短打 有賺就跑 那多次有賺跑 多次有賺跑 免得被套 累積這個獲利的一個情況 那中長線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保持資金彈性 靈活的運用 就是要有現金部位你才有辦法 對 那製作人有說那到底前進哪裡 製作人有問我說到底前進哪裡 我有幾個前進方向給大家 就是我上週搶短多的一些原則 第一個你一定要找這個股價在長線低檔 但是站上季線 就是有轉強的但是股價還是相對低估 你看他股價很低 他是在長線已經大跌一段 但他最近站上季線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月KD從低檔交叉向上 第三個公司派有實施庫長股 第四個就是股利殖利率相對差不多 至少大概6-7%以上 殖利率的保護 然後公司派有喊股價委屈的 有哪一些我講一些範例 就是符合這些標準的一些範例 範例又不是叫你直接買 對這些範例就 這一波我搶就有搶 然後有出掉的一個標的 譬如說像是上銀 大家可以看到 上銀是不是站在季線上 很典型的例子 對 然後他從300多修正到207 修正一大跌 修正很多 月KD有沒有交叉 交叉 但是上檔還是反壓重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檔 另外一檔可誠 公司派是不是說他股價是全台灣股市裡面 他說叫大家就不要賣 就擺著就對了 我有一千七百億現金沒辦法 對不對 我這個所有公司拿一家 我如果現金發還的話 是EPS有230幾塊 才誇張 230幾塊的EPS 對不對 我的股價淨值比0.77 這個就是 洪水數講的 雖然我未來還不確定 我現在要找什麼 但是到我手上慢慢現金 本多中上 我總 遇到再大經濟風暴 我不會賣 他意思就告訴大家這樣子 你們其他公司不見得 我也不會賣 所有公司倒完我不會倒 真的有錢就任性 最近有沒有站在季線之上 不但站在季線之上 因為多頭排列 你可以看到他的月KD 有沒有低檔黃金 也是一樣 是不是大跌一段 對 然後另外大家看鴻海 老闆講說 我們不是不動產 我們的股價委屈了 我們禁止有100塊 這個就是這樣子一個味道 也站在所有均線之上 然後月KD是不是低檔交差 同樣的態勢 類似這種股票很多 不少大概至少二三十檔 大家可以慢慢去追尋 但是我覺得 EVEN是這樣子 我個人還會採取一個 比較短多操作的策略 好 謝謝孟豪哥帶給大家的一個建議 那我覺得孟豪哥跟大家 分享的每次都是非常有邏輯的 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你看看這個經濟前景 你怎麼又再搶短多 是不是有點多空的矛盾 那阿格力跟大家分享我的觀點 我覺得這是不互相衝突的 因為股市你跌多 就是會有這個反彈 漲太多也會有修正 所以孟豪哥抓的其實就是反彈這一點 那也因為他預期說 短中長期剛剛列出各種因素 也知道說這個反彈可能不會走得太遠 那你既然知道不會走得太遠的情況下 當然就是有賺就跑 那也提供給大家這樣的操作策略 如果你是比較短線的投資人 有賺先跑一趟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提醒大家 有些觀眾朋友反應 我們的文件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這字太小 不賦賦 沒關係今天的小編就會開始在我們的 YouTube社群上 放完整的一個投影片 讓大家能更螢幕的了然喔 好那如果你喜歡投資這個以後 別忘了上YouTube訂閱 MVP財經生活頻道 給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